各位觀眾你們好 踏入第30個年頭的蘇迪曼杯羽毛球賽 已經在5月19日正式展開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今年在Group 1增標組 究竟有哪些球隊在競爭之劣 日本是A組的總子隊 同組的是泰國和俄羅斯 隨著2020東京奧運越來越近 每個大賽對每支球隊來說 都意義重大 日本隊從來都沒有拿過蘇迪曼杯冠軍 日本男隊在2014年 終於第一次成為湯姆斯杯的冠軍 至於女隊就事隔37年之後 在2018年重奪休霸杯 今年的蘇迪曼杯 日本隊很自然成為了大熱門 因為他們5個單項的實力都很平均 不過也不是說沒有隱憂 因為他們最強的女雙 今年暫時只是贏過 三個世界場媒賽錦標 在蘇迪曼杯展開之前 他們都很希望今年4月底的時候 在亞洲錦標賽受傷的東野有沙 可以趕得及復出 日本第一場分組賽在20號舉行 對手是俄羅斯 俄羅斯就會在21號對泰國 而實力較為接近的日本對泰國 就會在22號舉行 松本馬又說如果有機會出場 將會是他和帕東 第一次為國家隊在團體賽上陣 他們一定會盡全力為球隊爭取每一分 在B組的印尼隊 上次贏蘇迪曼杯已經是30年前1989年的事了 當時是在印尼亞加達舉行的第一屆賽事 今年印尼隊在南丹、男雙和女雙都有相當實力 有機會打出好成績 印尼語種公布的20人大軍入面 有衝擊能力的生力軍 除了南丹的基斯迪和堅廷 還有世界排名第一的男雙組合 基迪安和蘇卡莫組 至於經驗豐富的阿辛和康德拉 阿費恩和阿迪安圖都會出戰男雙項目 馬利斯卡和菲茲安尼是女單的領軍人物 而女雙的主力就是保利和拉夏約 至於後備力量就有伊斯達蘭尼 印尼和丹麥、英格蘭爭出戰 壓力不算很大 丹麥隊仍然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期 陣容不算很完整 兩隊將會在22號第二輪分組賽碰頭 已經晉身管理層的黃蓮香說 對印尼隊來說 贏蘇迪曼杯是他們的重大使命 他們很想以這一行 男女子混合團體世界賽的錦標 來向蘇迪曼先生致敬 可惜印尼隊暫時只是贏過一次 他們很希望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績 他們的目標不單止是今次的蘇迪曼杯 還希望得到奧運的參賽資格 C組有中華台北、南韓和香港 這一組是幾隊實力最接近的一組 根據3月5號球手的世界排名 中華台北隊是今次賽事的四號總子 陣中有兩位好強的單打球手 周天成和戴之詠 而男雙的李陽和黃齊倫 大家亦都不可以忽視 上屆冠軍南韓隊 要爭取衛免難度就非常高 聖慈遠和孫元甫都有雙在身 實力大減 唯有寄望近期表現不錯的女雙組合 金超映和惠孔希容 可以為球隊取分 其實南韓隊上屆都是以年輕球手較多的陣容 拿到冠軍的 今次大家都很期待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歷史重演 這組實力這麼接近應該會是硬仗連場 19號是中華台北對香港 第二天就是南韓對香港 去到22號就是中華台北對南韓 今超映說無論如何 只要他和拍檔有機會上陣 他們都會為球隊全力以赴 希望發揮超水準 中國隊是今次的二號總子 位處D組 將要面對印度和馬來西亞的挑戰 身為東道主 中國隊當然希望可以在主場球迷面前 重奪蘇迪萬杯 不過當中仍然有很多個問號 一向強勢的呂丹和呂雙 在雷入奧運之後 經過了一段低潮期 最近終於有復甦的職長 陳雨菲 陳清神和賈一帆 在今面全英賽都贏了錦標 證明中國隊在呂丹和呂雙 這兩個項目有省點起色 印度在丹打的實力不用懷疑 新湖、尼和和結丹比都有得分能力 雙打都隨時會有令人驚喜的賽果 馬來西亞的李宗偉雖然已經在康復中 但醫生就不贊成他參加強度那麼大的比賽 不過馬來西亞的藍傷和運傷實力都很強 加上如果在單打項目獲得分 可能都有機會爆冷 馬來西亞第一場分組賽對中國隊 休息一日 21號就對印度 22號第三輪分組賽就是中國對印度 1991年熱世界冠軍趙劍華 自己看過幾場陳雨菲的比賽 他覺得陳雨菲很可靠和發揮很穩定 整體來說他都挺看好的 至於藍丹他就覺得石雨旗可以單大旗 當然也要看看教練到時怎樣調兵顯像 因為不要忘記還有神龍在陣容裡面 而雙打中國隊有利盡位和劉雨晨 運傷亦都有很強大的陣容 最重要就是球手到時有好的心理質素 只要球手能夠盡全力去發揮 無論到時是輸贏 球迷或者教練 甚至乎他們自己都不會怪自己 他們有超水準的表現就最好 完成三輪分組賽 每組的頭兩名就會晉身八強的淘汰賽 在這麼多年的蘇迪曼杯歷史裡面 各支球隊的球手都曾經創造 或者打破了不少的紀錄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看一下一些有趣的蘇迪曼杯數據 印尼在1989年成為首屆賽事冠軍 不過也是他們暫時唯一一次高舉蘇迪曼杯 而他們總共六次入到決賽 蘇迪曼杯的獎杯高80厘米 外形是參考印尼中爪哇省的 是破羅浮圖設計的 製造獎杯的費用是15000美元 在之前的15屆蘇迪曼杯賽事 總共只有三個國家贏過冠軍 他們分別是中國 南韓和印尼 過去十四屆賽事的冠軍 就只有中國和南韓 中國隊總共贏過十次冠軍 是最成功的球隊 他們總共打過十二次決賽 在1995年第一次成為冠軍 是中間大門的一種 南韓和日本是另外兩支 曾經入到決賽的球隊 中間大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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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n of Denmark have won the deciding match The ladies doubles It's been 22 years in coming out of Denmark I'm going to claim the Sullivan Cup for the first time It's their first final since 1999 They've done it! The Japanese team is the first time to win the Sullivan Cup Japan has never even reached the semi-final of the Sullivan Cup Tomorrow, they will contest the final In 2015, the Chinese team completed the Sullivan Cup's 6th anniversary They will lift the prestigious trophy They will be with the third time to win the winning title And she converts China have now won the Sullivan Cup And she converts And she converts China have now won the Sullivan Cup And they will win the winning title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mpetition Such is the dominance deze 2005年至2015年期間,林丹總共參加過四次決賽,他在決賽的紀錄是全勝,而且未輸過一局 獲得十二十年來,比賽的冠軍全球世界大冠軍 中的時間 我猜是一張 貴富翁,他在這裏有自身的名牌 好,綱藍 順利 貴富翁,可惡 南韓隊在2017年,第四次成為蘇迪曼貝的冠軍,也都打破了中國連贏六年的錄點。 南韓是中國第五個主辦蘇迪曼貝的城市。以往北京、廣州、青島和東莞都曾經主辦過這行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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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